而且都短手 纯短手的阵容很容易被poke 所以他们后排需要去搬一些poke英雄 他们反正先拿AD嘛 其实可以考虑 把卡莎或者维鲁斯搬一个 然后他们自己拿一个 这样的话放在外面的长手 就是长手的英雄 他们只能选AP 然后如果选AP的话 有格温 然后再加上一手长手的AP英雄 他们是可以去做个什么魔抗企业就够了 对 自己把卡莎搬了 是啊 真没想到 难道是卡莎和维鲁斯一起搬 不太可能 然后让杰斯去打AD 他自己下路可以出个泽力什么的 看英雄池吧 嗯 看一下啊 而你拿正常的AP法盒 对线是一定打不过维鲁斯的 对 那你要这么说了 对面搬位 他就把维鲁斯搬了吧 对吧 就不搬 把维鲁斯搬给对面 他没有 他搬法盒 嗯 以ADAP的角度去考虑 嗯 那我觉得 红磁王感觉不需要太多考虑 来个维鲁斯是这个阵容 目前向前最高的一个组合了 这样有个团控 5个Poke 这样的话是有配合的 不然的话前三手真的没啥配合 哎 但那个飞机的选择是 捕一手AP 捕手AP 他就是跟维鲁斯相比的话 Poke能力没有那么强 但是把右边四个人就一个人在控制 那那咋玩 对 然后少一手控制 对啊 左边左边的前三手 你说哪一个 对吧 就没控制的英雄 谁能限制得了他 然后维鲁斯还自己拿了 哇 我感觉MMG 这把前四手的BP 说实话被对面算计了 就我觉得他们这一手 是正常来说 拿不到维鲁斯的 对 但是 怎么说呢 MMG自己也没选 然后也没搬 不过我可以理解 他们为什么拿飞机 嗯 培鲁斯加剑魔 狗熊都可以 这种 就看起来好立体 是啊 这把RICE的阵容打起团来 说实话 我觉得正常发育 不知道怎么说 这把 让卡丁去中路坐牢吧 也不要吧 卡丁中路打杰斯是坐牢的 不太行 换一个 中路飞机 怎么样 下路放一个这个 中路飞机 下路左一 对 下路左一 可以 其实还可以 那就是三POKE 他们就是打POKE的阵容 可能对于控制的需求度 就没有那么高 而且左一能抽奖 但说实话 这个BP做出来 我觉得我更看好RICE一点 嗯 确实 同意 加一 RICE这个阵容 确实选的太 变态了 就感觉不像是蓝色方 能够拿到的一些阵容 对吧 其实你把他的维鲁斯抽走 你让他换一个别的英雄 看起来就没那么吓人 嗯 但问题是他 你让他拿到了维鲁斯 然后这个阵容里面 又有一手上单在補AP 对 所以ADAP也是均衡的 他们不拿剑机 其实也可以想到 就是已经构想好了 我后面要拿维鲁斯的话 如果上单补一个剑机 那这个整体阵容 就没有AP伤害 那这边MMG是有说法 就是剑机直接上单单人线 把对面打爆 嗯 那RICE就打得很难受 因为RICE现在 左边这个阵容 看起来最不能被突破的 就是上路 但是你剑机夹的是个螳螂啊 螳螂这英雄前期 没什么干可能力 除非泰坦发挥的特别好 才有机会 对啊 首先你得一打一打过 其次是辅助或者是 打野要来得及时 这把队MMG要求比较高 容错很低啊 对吧 整个上半区的配合 前期一定要打出来 是的 打不出来 如果全拼打团 感觉RICE这个阵容 打团还是太猛了 嗯 进入到赵和尚峡谷RICE 对这场MMG 我们今天的第一场 BU3胜者组对局 赢的队伍将会直通决赛 然后输的队伍的话 就只能在下一局里面 在名战 你这么想 这把BU3获胜的队伍 不仅是可以直通决赛 对吧 也是直通我们线下的比赛 这就保名额了吗 直通决赛 那个反正也是决赛 也是决赛 确实 确实 也是决赛 对 也没毛病 对 对局赢了 其实就相当于有保底 这么凶 这么凶 直接点燃 我进槽里边 我都要A你 现在反正凶一点的人 一级点燃 然后如果想要压得更深的话 就是二级点燃 对 基本上不会都带点燃的 因为我一级点燃 我可以稳抢第一波现场 嗯 就一看对面没带点燃 那OK 我一级上来直接点你 我先打中打上 尤其打比赛的时候 都喜欢这样 上来直接一级点燃 点一个一下 再点燃压人 效果确实挺好的 对 因为我不可能把你杀了 但是我一级 这个点燃 你直接就半血了 我上来再A你两下 你直接半血 泰坦已经开始动了 先来中路帮忙倾线 解一下左翼的线权 勾到了 好勾 打一套 睡眠气泡 远处拉个飞星 刷个虚弱 再A一下 直接拉满 这波叔叔打满了 而且杰斯 回来普及格兵 还要被打 是的 还吃了个满飞动 看看这一勾 再加上泰坦的 泰坦可以进去 把自己的爆破打出来 是的 哇 雪转 雪转 哇 杰斯有点不小心了 嗯 倒是在墙和蟹 双将也过来了 嗯 但是是红色方人多势众啊 毕竟四打三 这个和蟹还是只能 乖乖让出去 那螳螂应该大概率是一个 双和蟹的开局 打完石头了之后 直接往下半区去走 但是下路好像 看下飞机 飞机补了个鞋子 那也是回到家的 所以这波线才压缺 这波打出自己催眠气泡的 被动伤害 这螳螂是吃草的呀 他不过来抢了个河蟹 不可能啊 这不好说 不好说 还是要吃 你现在再来的话就有点晚 你现在就有点晚 可能就比较贪吧 他刚刚其实不打那个石头 直接过来打河蟹是 就一定打得掉 那就单河蟹了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剑末来讲 完全可以接受 对吧 他没亏 对 没亏 人头上也没亏 经济上也没亏 都可以接受 对 长老想过去搞 感觉节奏打的不是特别紧凑 对 因为他如果把双核击 控完了之后 再回去打那个石头 那样的话 还能让剑击打的更舒服一些 对 还是保一手剑击嘛 那剑击剑击 要围着戳戳 又点了一个弱点 嗯 而左翼的橱窗是有想法的 他出门直接鞋子 对 现在法师基本上也都这么带吧 就是第一项直接鞋子 有一些法刺 像小岳啊 阿卡丽这种第一件 有的时候也都经常喜欢 被动是控到了 但是 全面7倍2好像没有打 所以这一波换血 换的变成说特别赚 但是下路怎么回事 被螳螂逃死了 不过螳螂自己也要死 而且飞机只剩一丝血 是的 呃 没有办法越了 这一波什么情况啊 螳螂加飞机 把下路 维鲁斯找到了 来了过一血 螳螂是闪现 跳进去 要闪现出来的 应该 应该是飞机卖自己 我猜的 因为飞机的血量特别低 对 他应该是卖自己 把维鲁斯勾引过 就勾引过去了之后 螳螂跳出来 一套杀了 是的 我也觉得是这样 或者一套打成残血 然后他逃回塔里 然后螳螂再追进去 所以螳螂也掉了很多血 这波破风斩被对面的位移拉开了 有CG 前期打得非常冷静两边 剑魔回家也幽梦了 啊 这几点没有什么差距 二十秒双则源刷新 这个时间段就不太能动了 要缓一缓 要缓一缓 排一下视野 哎 哎 这气泡打到了 这几秒的 太糟了 对啊 这怎么会 被抽奖抽到了 主要是 对 但是老牛如果顶完了之后 不一定杀得掉 杀不掉 老牛伤害确实不行啊 维路斯一箭也没有能够打中 嗯 哇 这被打了 雪亏 电魔刚火 小龙没了呀 刚才被穿了已经 小龙没了 嗯 哇 没机会了 草狼拿了 反身一勾 勾完了之后 飞机早蛋包 飞上去 维路斯也走 再来一支飞行 但是老牛把飞机顶到台里了 飞机交出自己的闪线往后面去走 特意拦住了一个杰斯 但是飞机应该是走不掉了 飞机应该走不了了 飞机这位置肯定走不了了 但飞机在6箭模 走位特别好啊 连着躲枪 飞机在6箭模 完了 飞机走了 箭模跟不上了 太开放 有盾 回头一勾 一波勾到了剑模 飞机走了 肯定走不掉 肯定走不掉 后面还有人拦路 他这个走掉了就出大事了 是的 而且 他这波因为绕得太久 把队友喊过来帮他 所以其实正面要死的人更多 箭机也要死 左翼也要死 上头了 都上头了 哇 完了 这波都上头了 本来是雪转的一波 现在变成亏了 是的 为了救飞机 结果自己把亏人头 亏了4个进去 亏完人头了之后 侠入先锋 也没有办法过来竞争 是的 这 冲动是什么 无心插柳了属于是 你也不能怪他 但走位好 他确实是扭开了 箭模的警 不是箭模在故意放他 说实话 那波就直接不管飞机了 别去了 就完事了 真的 对 飞机遛了足够长的时间 其实已经拖了 已经可以了 对 他这边进行拖散 不然的话为了一个飞机 你看又倒了三个兄弟 这样的话真的 捡了至码丢了西瓜 完全不赚 学亏 我发现 大家在打比赛的时候 这个取舍 就是有的时候 瞬间 也想不了那么多 说真的 只能做当下的这个时候 就看断了 就是我队友都快死了 我怎么着 我得救一下 对 我怎么着 我也得救一下 身体行身 得去救一下 470色 中路撞完了之后 泰坦直接选择绕后 但是被老牛顶到了塔里 虽然一技能没有能够锤起来 但是已经扛了 带下防御塔 不过 红字帮的伤害 有点太高了 箭模倒了 维路斯也是苗躺 虽然只换掉了一个 虽然换掉了一个泰坦 但是也是只换掉了一个泰坦 是的 这中路又打了波 一放二 这狭狗先锋都撞出来了 中路还要再打一波 这两队水平 他这个左翼的水平度有点高 对对对 左翼的这个睡眠气泡 准度极高 很会找机会 飞行没有能够拉到 你看又睡到了这个位置 又给他睡眠气泡 没有 他刚刚如果闪现A的话 一个能打死 嗯 对 因为杰斯身上有个被动 嗯 但是他没闪 杰斯第一线选择做了巨蛇 这波泰坦扛三下塔 居然这么久才死 还是被这个腐败手链炼住了 然后才被杰斯跳死的 不然杰斯不来 这波泰坦都走 差点都没死 嗯 是的 哥们大招快转好了 八分钟的时间 现在两边上单的发育刚还行 但是螳螂又是一个朝鲜的发育 6000多经济 杰斯发育得也很好 我过来 挺 2年的是一个左一 哎 这波左一被控住了之后能走吗 剑毛之间选择忽脸 有闪现 哇 直接拿着剪刀的闪现 往后面去撤 撤掉了 但是远处哥来一见 这传则之间差一点点 多拉个0.01秒 应该就杀掉了 稍微在打 哎 螳螂多了 剪刀 不太够 螳螂直接送到了台里 给了 我们一个关键人头 中部要拔塔 470多的血 直接拔掉了 而且中部又拉回来一个 蹬回来一个 泰坦泰坦死了 飞机这个位置 怎么走 满背动 穿出之剑 哎呀 还是吃到了 这个满背动 穿出之剑 那咋办 差一丝丝 死到二没死 但赶过来的左一 拉出来了 点燃没有给到牛 刚才 对 点燃如果第一时间 给到牛 牛是会被烧死 这别的定眼还是稳的呀 两个人月塔杀一个 但也确实你 你想两个人月塔 听起来挺奇怪的 确实 哎 你还别说打到现在 有来有回 这把局势还挺 故事迷迷的 没蓝了 小李 打破呀 剑魔也来了 跑了呀 没蓝了 没蓝了 跑不了了 没蓝了 有闪 不交了 不交了 这波交伞 而且主要是 格文大招也有 有起到了一个 减速的效果 所以继续打一波 哇 这没勾到 算了 勾到也杀不掉 嗯 也不能要求太高 太坦力大得很好了 啊 你看这致命气泡 真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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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你在动了 第二条小龙 这个小龙 如果MMG拿到的话 他们战力就很强了 先拿一发导致包在这 正面人进不来 然后打完龙 直接往后撤 选择一种最稳头的做法 MMG拿下了第二条小龙 而且这两条小龙 又是熟悉的 上一把的这个战斗龙啊 火土双龙 嗯 经济上Rise还是领先的 但是这个火土龙被拿到了之后 我们今天也有了前车之剑 感觉真的很有翻盘的空间 而且现在对于他们来讲 劣势并不大 只有1000多块 对 这一把这个经济差 对比上一把来讲 那是缩小了很多的 这把打到后期 可能比较烦人的 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这个 格温加上剑魔 团战能力是有点强 对 但是剑魔怕睡 剑魔被睡了之后 直接太短一下就差了 哎 维路斯直接大闪过来 大到了飞机 飞机也是交了位移 往上拉 但是泰坦被卖掉了呀 比如这一波就是 你解决不到剑魔 你会发现这个剑魔一直在砍 是的 哇 这维路斯怎么敢开啊 他大闪过来 我的天 这队友全都前面顶着 他一个维路斯大闪过来开团 毕竟确实是得提速了 嗯 有点实力了 真的 他这个维路斯有点实力了 嗯 泰坦回家把金身做出来了 来看一下现在整体的装备 蓝色方剑魔 杰斯 维路斯 三个金身在手 牛是要出腰带的 再加上红色方一手泰坦的金身 基本上肥的人 两件套是有了 对 右边基本鞋子都没抹 哎 这交金身了 这金身按 嗯 嗯 啊 这个金身说实话有点没看懂 满血 而且这边就是牛加 牛加维路斯 这把金身按了 就是紧紧生生能移交 OK 明白了 哎 下路 有没有机会打起来 没有 下路 血量都很健康 但是格温开了机跑 剑机挂了点燃 哎 这个好像 好像是在吗 下路有说法 下路有说法 哎 无双挑战挂上了之后 没有A出来 维路斯这一键不错 直接穿到后排两个 熟悉的套路第三条龙 这个冰龙感觉 被抢了的话 给后期的加上也不大 对 牛来了 牛直接上去开 开到左一 闪键过来敲 没有A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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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发 那个链子还在身上锁着 而且身上挂着点燃 有没有可能会死 被烧死了 太难的人头 穿自身挺准的 但是不顶用啊 现在 没事 他们还有一个boss没出门 这格温一直在下路 跟剑机自己玩 对 格温这还没出山呢 格温还在刷 12分多钟 还是得刷一会儿 但剑机现在有了破键 他也不怕格温 嗯 毕竟是剑机啊 另外两个翻掉的情况之下 放出来剑机拿格温去打 说实话挺需要勇气的 因为打到后期 一位一是真打不过 对 经济差拉不开啊 这样打的话 哎呦 抽大龙 抽大龙了这个时间 打得挺快的 有螳螂 2000 1500 偷掉了 偷掉了 哎我的天 那Rice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有一次我感觉 MMG应该是三龙了 是吧 是的 他们前期落后两座防御塔 现在只落后一座 而且经济上是持平的 拿着大龙之后还能往前推 基本上把中塔解决掉了 之后下一条小龙 还在大龙的bub覆盖区域内 对 但是他们一定要团钱多打poke 这阵容反正就是 我团钱多好你一滴血都是赚的 哇 头是羽腰 借了一个大龙buff通天啊 不来了正面 可以通啊可以通啊 单人突破把隔温打掉 就把时间一个人上高地了 中塔已经破了 还有20多秒小龙刷先 应该是要往下边区位移 先把兵线带进去 然后野区里面的视野步一步 再把什么弹掉果实啊 该打掉打掉 给点兵线上的压力 以及物质上的压力 可以 找到一个牛 又被减速了 将腰带走 没问题 回家腰带被打掉了 哎太坦这一勾 勾出事了 太坦 这怎么勾到墙上了 但是有精神 问题不大 跨虚弱啊 三打一 太坦还是死了 这个电波的状态还有点好 拦住的是一个飞机 这不难道说 因为太坦的一波 自己的失误 个人失误 要导致前面的大龙优势 全部放掉 隔温双杀 荒狼被迫跳出去 再跳进来 但是他抢到了第三条小龙 我的天 荒狼 而且现在是没有大龙的 不过 复活时间很久 还有20秒最快的太坦 太坦 太坦想勾牛的 结果勾到了墙上 上帖 你看这一波 他勾牛 但其实他勾到牛 他也死了 对 他勾到牛 队友也跟不上 牛直接反身一敲 然后旁边四个人围上来 是 旁边这个左一 其实 他虽然是持续作战型的 但是 他那个 就是持续作战也要等 左一和 可以 伤害根本不够 一波 all in 杀不死 哇 这都能给螳螂抢了 还可以 那这样的话 螳螂等于说给 MMG这一波 团面续命了 对吧 不然的话 高地没了 大龙如果再大龙也没了 看一下 三条小龙 现在右边的金身 也做齐了 三个金身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虽然说 左边刚刚那波团战 打赢了 而且打掉对面四个 但其实从 资源的整合上来看 还是MMG基本的优势 那毕竟有三条小龙的 战力加持 对 我觉得现在唯一的一个 一个隐患就是RICE 已经把中路高地给追了 嗯 对吧 这是RICE这一把想赢 最大的一个机会 诶 你说有没有机会 这中路抢线抢过了 然后 对方打大龙的时候 我直接一波把中路 把你家捧穿 就你打大龙 我去 我找个人把你家捧穿 但他们家没有见机啊 格温代谢能力 没有那么强 确实 也不好抢 嗯 而且 这把拖远古龙的话 没过来旁边 决战 还是说不着 我感觉打一波 打的这个时间点RICE 还是更厉害的 他们这阵容太肉了 中路同时也在打 先逼出了一个 大帅哥的金身 但是金身逼完了之后 没有后期的战害 能够打得死 然后下路两边也是 脱开身位了 不打到底 四十秒 连古龙 怎么说 下路还是 下路开大了 要直接选择上 但是自己被盖上点燃了之后 伤害打的第一波有点高 剑魔要倒了吧 有没有下一波敲出来的机会 啊 就是闪现 脱开了 但是维鲁斯已经倒了 而且剑机从后面切了过来 人队里面的两个人全都要死 现在这个牛死了之后 直接正面往前推进 要破中路 睡到了 关键睡 关键睡 接一步打出去 哇 定义不了 而且测夜飞机也成功完成击杀 突然之间的结束 又是戛然而止的局 十八分钟的时间 真戛然而止 一块火的要二十五秒 来不及了 一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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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戛然而止 真一波了 不是这也可以的吗 恭喜MMG 哇这太厉害了 这太厉害了 这太厉害了 虽然没有什么经济优势 但是小龙拿得多